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礼拜二的时候不是拉回比较多吗 盘中还一度跌了195点 礼拜二其实我们在礼拜二的解盘 就已经跟大家说过那些利空 礼拜二在盘中传的那些利空 其实几乎都是假利空 但重点就是甩轿之后力道会更强 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盘之前 先来看一下今天的新闻 就是说今天有一些重点新闻 今天其实很重要的一个是 大概很多果粉今天早上的时候 起床的时候都吓了一跳 对不对 因为今天就讲到苹果不做电动车了 这个十年了 这十年来苹果用了空降部队 然后也用了几千人的计划 然后再来投入大量的资金 数十亿美元的资金 但是十年来一场空 苹果宣布不做电动车了 也就是说它里面的人 就会开始做一些什么 就会做一些重新的分配 所以包括有些人 然后还把它放到AI部门 然后当然不是全部 大概就是应该是比较有软体基础的人 可能是放在AI部门 其他的就往别的地方分配 所以这个计划今天就引起市场上面很大的讨论 其实这不是今天的新闻 在昨天应该是前天就已经有出来了 只是我们刚好那天晚上就已经收盘了 所以美国武士其实也已经有先反应了 我们先来看这个对苹果来说好还是不好 先说这个电动车不做电动车 看起来好像放弃了一个十年来的一个大梦 感觉好像很可惜 但是我觉得对苹果来说也是好事 为什么 因为电动车里面它完全没有现金流 第一个它完全没有现金流 第二个你持续投入还不知道投入多久 第三个苹果在电动车里面其实没有领导地位 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 对苹果来说我觉得都持续下去都不见得是好事 因为你就耗费资源嘛 对不对 耗费资源之后又没有立即的回报 因为电动车这个领域来说已经有好几 已经有好几咖的 已经有好几咖的人了 也就是说大家三头也站住了 一开始是特斯拉当然就是什么 行业的制定者嘛 在大家还没有做这些之前 他就先出来把一些这个规范 等于说它等于是行业的标杆制定者 对不对 那特斯拉到目前为止它还是在领先 那接下来还有第二座三头出来的人是谁 就是大陆的那一群 大陆的那一群呢 那么虽然它不是技术最领先 但是它有成本的优势 所以蔚来小鹏或者是理想 其实都卖得还不错 对不对 那么夹带最明显就是我就是有成本的优势嘛 是不是 我就是可以卖得非常的低 所以你第一个已经有技术的这个 行业的这个技术订定者 然后再来呢 你有另外一群是产业的低价竞争者 然后再来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 原来传统的车厂 原来传统的车厂 他们夹以前的饼牌优势 对不对 也开始积极要转入电动车这一块 所以这个领域来说 我认为苹果在里面它没有太强的优势 虽然以苹果早期的想法 他可能认为 我有这些生态链 然后我有这些软体的一些优势 用这个去把它整合起来 应该是另外一块大笔 没错 但是以目前形势来看 我觉得对苹果一点好处也没有 因为你有三大群人在这里嘛 对不对 更何况这就是一个很长很爆很费时 而且是耗巨资的行业 对苹果现在来想当务之急当然不是这个 是不是 现在第一个是得先把本业给顾下来 本业顾下来看七巨头里面 对不对 这里面今年表现最不理想的 除了Tesla之外 再来就是苹果 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因为你苹果 在手机上面的东西 好像创新没有别人快 对不对 现在AI手机已经各大厂都在用 三星在用 大陆大厂还在用 大陆几乎每一家都在导入 然后折叠机大家也在导入 是不是 现在还有包括什么 现在还有伸缩机 都已经有demo机出来了 对不对 但是苹果完全没有任何动作 它只有放在哪 放在它的Vision Pro上 但是Vision Pro的市场毕竟 它就比较小 它不是在原来的本业上面的创新 所以呢 来大家都已经往前走了一大步的时候 苹果还原地踏步 所以我那时候就讲 苹果最重要是什么 赶快在AI上面赶上来 对不对 赶快在AI上面 跟其他创新上赶快赶上来 这才是苹果当前最重要的 所以放弃电动车 我觉得是好的 对不对 第一个你就不用再投入 这么大的资源 而且这么大的资源 重点是还没有回报 对不对 短期不会有现金流 然后又要持续投入很多 然后产业竞争者又越来越多 对不对 所以这个消息我认为是好事 我认为是好事 那我们反而可以期待 苹果把资源收回来之后 是不是在之后 能够迎头赶上 因为如果苹果能够把 苹果手机在AI上面的进展 能够赶快迎头赶上 甚至于可以再做出更好的东西来 那其实我觉得 对台湾是一件好事 因为我们毕竟还是有 非常非常多的苹果供应链 不是吗 是不是 所以来 就要专注在深层式AI了 那深层式AI 现在就是 你一定要 这个是一定要走的路 也就是说 全世界各大厂 几乎都往这里发展 好 我先来看苹果的股价 在这两天 第一天的时候 稍微有谈了一下 消息出来谈一下 但昨天又回来 也就是说 它还是在这里 低档这边震档 不过我认为 短期上面有机会去尝试足底 只是短线上面 要立刻转强 可能还是很难 因为第一个 你电动车退出去 那市场毕竟还是会很失望 那再来的话 如果要转到AI上面 也不会马上就看到成绩 所以 我们可以期待就是 在六月份 苹果的这个发表会议上面 会不会有新的 更进一步的进展 那我觉得如果苹果能够 专心做这一块的话 那其实它应该可以迎头赶上 那这样的话 那苹果打底就有机会了 那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 那总而言之 今天这个消息我是正面解读 因为我觉得 电动车本来就是一个 需要耗费很多资源的 那是要请公司的力气去做 对不对 要全力去做才能够把它做好 那苹果如果以这个 主要在手机然后兼做这个的话 我觉得以现在来说的话 对它不是明智的选择 所以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苹果的转机 对它来讲也是好事 那我们再来看 这件案期间 还发生什么事情 来看看另外一个 这是美国 大家有没有发现 那美国公債殖利率 最近的话 还是维持在相对比较高档 为什么维持在相对比较高档 下不来呢 来看看 这是最新的美国两年期的公債拍卖 和美国五年期的公債拍卖 好 那从公債拍卖的结果 你可以发现什么呢 第一个你可以看到市场的需求 再来你也可以看到市场对利率的预测 好 那两年期的国债拍卖 那最新呢 最新2月26号的公布的 这个得标利率是4.691 那4.691得标利率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把所有的这一批的国债 能够卖出去的最低利率 好 所以呢 4.691这一次的利率 其实比前值4.365要来得高 那不只是两年期如此 五年期也是 好 五年期这一次的得标利率是4.32 那比之前的4.05都来得高 也就是说呢 你可以看到利率都在往上面走 也就表示说 债券的需求其实是有一些下来的 好 所以从短期来看 那债券来说的话 目前还不会成为市场上面 主要的资金的方向 好 因为呢 大家可以看到 目前大家对于什么时候开始降息 显然 好 目前呢 还没有非常强烈的期待 应该说大家希望6月 但6月有维持过早 那大家还要看到后面的数字 好 所以呢 目前资金我认为在美债上面 其实它不是市场主要的方向 那也就是说呢 你从这一次的公债拍卖 也可以看得出来 对不对 那需求相对是比较低的 至少是比上一次来的低 所以它的这个利率才会比上次高 那资金会去哪里呢 那资金我认为比较明显的话 就是往股市里面走 好 为什么呢 因为股市里面的预期的回报率 还是比较高 那只是大家会有个问题 很多人想说 这个美国股市也好 台湾股市也好 都已经涨这么多了 尤其美国股市呢 最近在过完年这一段时间 它就一路往上喷嘛 那到底是不是太高估 那讲到是不是高估的问题呢 我们就要看到这个将来的预测 好 那现在看到这个是S&P500 这个是呢 摩根实弹力 那个JP摩根 他对于什么 他对于S&P500 未来EPS的预估 所以呢会看到一条黑色的线 这条黑色的线呢 是S&P500的EPS 好 那虚线的部分 就是未来的预测 所以你会看到 未来的预测是往上走的 也就是说第一个 这是上行的轨道没有改变 那再来股市会反映是什么 股市会反映就是未来的东西 好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的话 基本上来说 以现在来说 美国股市虽然它已经 短线也涨得多了 可是如果就未来去反映的话 它要反映未来数字的成长 因为你再过一段时间 就会开始怎样 就会开始 这个数字就变实体的数字 那你变实体的数字 你再看现在的股价 就会觉得它相对有变便宜 好 所以这就是股市 一个很重要的 它永远都反映未来 它不会再反映过去的东西 因为如果你反映过去的东西 你早就怎样 你可能早就把股票砍在低档了 对不对 就像这一路上来 如果你在这个时候 你要去反映过去的东西 反映过去的东西 那你早就不知道 砍在地板上哪里了 对不对 所以股市一定是反映未来的 现在还在上行轨道里面来说 那短线上我认为 它其实就没有做头的道理 当然这还有更进一步的一个理论 也就是说你要去推导 实际的数字 还需要更细的模型 但是我们可以粗略的大致上跟大家分享 那我觉得美国股市来说 那基本上还会持续走高 那包括其他个股也一样 对不对 这个就讲到我们之前讲的 像是NVIDIA NVIDIA的数字 你如果从现在来看 你会觉得很高 但是你用远期一年的本益比来看 其实这数字是相对来说 它是不是这么高的 也就是说这个数字来说 事实上还有上修的空间 因为再过不久之后 对不对 这是远期一年嘛 所以以后这个数字 会慢慢的往上面走 它会变齐齐的数字 但是明年的数字又比今年好 所以的话呢 你再过几个月再往后看 你会发现 有没有 这个数字渐渐的往上 然后呢 新出来的数字 又会显示它的本益比更低 为什么 因为还有B100 还有H200 那这个的EBS都比较高 也就是说它的获利都是更高 而毛利也是更高的 所以简单来讲 我觉得今年AI是 会超过大家想象 因为其实现在是 才刚开始而已 为什么说才刚开始 现在还在基础建设阶段而已 你还没看到其他的边缘AI 正式成型 边缘AI现在已经开始 慢慢的已经开始要出来了 那一旦出来之后 那一定是指数型成长 对不对 我说你会用到边缘的装置 就不是只有 一家公司对一家公司 对不对 你到边缘端的时候 你用的就是一个人手上 可能有手机 有PC有笔电 然后有你的车子 然后有物联网 有智慧城市 有智慧工厂这一些 所以它是怎样 成熟之后 我觉得接下来就是 指数型的成长 所以NVIDIA 你如果都看过去的数字 你一样怎样 你一样会卖在地板上 那股价也是一波一波走高 那短线也是创新高拉回 那创新高拉回 目前的实际线都没有碰到 现在实际线 现在连实际线都没有碰到 还超级强的走势 所以这多头都还没有结束 也就是说 今年最大操作是 你要会看大的东西 不要只看小的东西 对不对 虽然市场上会 比较爱讲小的东西 因为小的东西比较手动 有时候一拉回的时候 大家就会用放大金看 今天拉回多少 然后指数破线等等之类的 但是往往就在那个时候 你如果只看小东西 你就会掉到大的 但是最后会决定 你会不会赚大钱的 还是在那个大的东西 所以才说 今年最重要就是 要注意千万不能见书不见零 但是这是很多人 在多头的时候 偿还会有的一个 才会遇到的问题 所以我才说 台股今年是非常有看头的 那现在看看 来三月天四个利多 这四个利多呢 第一个多头格局没有破坏 这我们等一下看可以写 多头格局确实 结论来说是没有破坏 在新基金开幕引火水 然后外资挺台积电 虽然台积电今天跌 那台积电今天跌 我们等一下解读一下 然后再来挥打 要办AI的社会 好那第一个呢 先看多头格局没有破坏 确实是这样子 那我上个礼拜 应该说礼拜二 放假前是不是杀了一下 那我那天有特别跟大家说 这是很好的洗盘 有没有 也就是说呢 那一天早盘的时候 大家觉得这个预估量太大 但是后来尾盘就收下来 那其实你会发现 大家会常常觉得 不是太大就太小 其实你看那些都没有意义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爆出 超级大量值钱 它都没有任何意义 对不对 再加上其实这一段以来 就是怎样 所筹码以后上去 所筹码以后上去 所以它一直都是背离 所以你一直如果用 旧的技术分析来看的话 那你就很容易 就没有办法看到真相 那接下来的话 新资金开幕已经活水 那新资金开幕 这也是市场上很多人在讨论的 对不对 有些人说呢 有些人说那是假象 好 就是说 因为你新的基金募集 然后募集之后 他就买他的成分股 他买成分股就让股价涨 那所以这就是自己推自己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浅的讲法 这个讲法 我觉得就是没有把很多东西 还挂进去 因为呢 这次买的资金 其实就是市场上的资金 也就是说 今年其实我说天时地利人和 你产业是往上 那再来市场资金充沛 市场资金充沛也包括这个资金 所以这就是一种市场资金 更何况现在不是只有散户在买这个 有很多大货他也会买 所以这个其实你说 因为资金进去买来之后再推他 推他之后自己推自己 我认为那个就是太狭隘的事业 基本上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市场的资金 对不对 那市场上面的资金 就不是只有散户的资金而已 所以那是表示什么 那就表示呢 基本上这个方向还是涨去 所以我觉得呢 确实今年来讲的话 有很多的利夺 那台积电我们待会再说 还有会打扮AI的社会 好 所以台股来说的话 确实是欲小不易 因为呢我们那天有跟大家分享 这个三大产业的营业气候测验点 那基本上制造业现在在上行阶段 上行阶段 但是它还没有到过热阶段 因为它连上次的高点都还没有碰到 所以现在还是在上升的轨道而已 那再来的话未完成的订单减掉 客户的存货 现在才刚刚怎样 刚刚走进正向循环而已 所以就股市高点来说的话 距离都还很远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当然今年大家就不要预设立场 好那我回到大盘来说 来大盘今天呢 早盘的时候下跌59点 收盘的时候上涨112点 好那今天呢 来算是礼拜二把丑环洗掉之后 今天早上来又洗了一次以后 把丑环洗得非常的干净 好那我们看到今天指数涨112点 可是今天的台积电是怎样 今天台积电是跌的 今天尾盘指数其实还下来了一点点 对不对 要不然的话指数今天本来还涨得更多 本来指数是涨到154点左右 收盘为什么掉下来 收盘下来一点点是因为台积电也下来一点 所以台积电今天最后尾盘的时候 还下来一点跌了8块钱 是不是 那今天如果把台积电的影响扣掉的话 其实今天指数涨更多 其实今天指数涨更多 因为台积电 大家又贡献了60几点左右吧 大概抓到60点左右 那60几点来说 你如果再加上台积电的 其实今天的涨幅应该是快要200点了 其实今天的个股很强 那台积电电有没有关系 因为我认为一点关系也没有 对不对 当然你会看到报纸上面说 美国商务部说 晶片补助增多周少 因为一共有7千亿 大家争取7千亿的补助 但事实上的上限就只有700亿的补助 但上限只有200多 所以增多周少 所以有些人说对台积电不利 加上什么 Intel又会提前拿到 Intel 毕竟它跟美国是一家亲 所以大家认为 这对台积电来说 是不是会有些不利 那我觉得这其实一点不重要 这其实因为很多人问 所以我随便讲一下 但我觉得真的一点都不重要 台积电有拿到补助 没拿到补助 美国厂要开不开都没有影响 其实完全没有影响 台积电今年动能完全不靠这个 它的动能 美国有开没开都不影响它今年的改变 不影响它今年的成长 有没有拿到补助也不影响 那个其实从头到尾就是个保护费 就是去缴保护费的 缴保护费就是我有缴了 其实它的接单任务就达成了 如果有拿到就是多的 没拿到有就算了 但是就算没有拿到 它今年还是非常的强 所以台积电拉回去找买点 所以讲这么多之后 大家就知道 其实今年台股真的欲小不易 个股上面就更精彩了 所以今年要打握个股的脉络 因为今年既然是标准的多头行情 所以个股赚钱的幅度 往往会超过你的想像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儿回来看个股 欢迎回到现场来 好先来看看呢 今天个股也很精彩 其实今天早上在跌的时候呢 早盘虽然指数呢 还在黑附近的时候 但是呢今天上涨加股 已经远远超过下跌加速 今天早上指数黑的时候 就已经上涨加速 几乎是下跌加速的倍数 这表示什么呢 这表示市场上内资回来的 也就是说呢 那么现在会有 越来越多的资金回来 所以我说今年呢 因为前面很多人 大家小心翼翼 然后你不觉得每个阶段 都有拉回的理由吗 对不对 年初的时候呢 那那个时候拉回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 大家想到选举 选举的时候有人说 选完以后就没行情了 因为就不用护盘了 但基本上从头到尾 也不是靠着护盘 不是吗 对不对 选完以后继续涨 那选完之后到 过年之前大家想说 放假时候 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 然后呢 很多人又不敢进场 放完假之后 指数还是继续涨 那涨完以后呢 又继续往上走 那一直到现在指数怎样 来放完假之后 继续涨就算了 还继续创新高 到上个礼拜 到礼拜二 我们放假之前 那也很多人想说 是不是美国股市场 会震荡 然后那天又跌了一下 记得礼拜二的时候 盘中跌195点 对不对 我就跟你说 那利空我都列给你看 市场上在传什么 没有一条是真的 对没有一条是真利空 全部都是假利空 那就是主力来洗你用的 对不对 所以现在其实还有 非常非常多的资金 包括这个业内来说 那内资其实也还有 非常多加码的空间 好所以我们来看 个股上来说的话 当然这个涨不得超过你想象 那先看来神盾今天就解禁了 那今天就 今天就被关放回来了 那放回来之后 来继续往上面标 那不止往上标 而且今天是再创新高 338块再创新高 来神盾呢 很多人不了解为什么涨 所以你一定要看我的影片 如果你到现在还没有订阅我们频道的话 那记得在YT里面搜寻金融软实力 在YT里搜寻金融软实力 因为除了债券也好台股ETF之外 那每天的解盘 还有包括呢 其他的一些产业的重点的一些讯息 那里面的解读都非常精彩 那包括我们最新的影片 就是来跟大家来聊一聊 是不是 神盾为什么这么强 到底要找到哪里 对不对 然后里面还有更重要的一些投资心法 我想其实很多人都没有告诉你 但是你一定要学会 因为这些东西对你将来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学到你的脑子里了 记在你心里那就是你的东西 那以后呢你都可以因此而受回 而且股票市场 有些心法真的很重要 所以记得还没有订阅我们频道的 赶快把它订起来 那在YT里面搜寻金融软实力 同时小铃铛要打开 那我们最新的影片呢 是神盾 关于AI大惊奇里面神盾 这一档股票 为什么会涨这么多 还要涨到哪里去 来在我们的影片里 你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好所以呢 今天338块钱再创新高 是不是非常非常可观 是不是 你任何时间进场都可以赚大钱 而且你不是只有一个买点而已 我们都公开操作公开跟大家说 126块买进 139块拉回加码 172块那天跌的时候加码 195块是平盘附计 251块是根本就在大跌的时候 那一天就跌停满的时候 有没有 然后之后的话 往上面继续创新高 是不是 然后到这里的我们其实也加码 所以那一天我其实也跟大家讲过 其实都非常非常的精彩 总而言之 你就是可以赚很多 因为现在已经累积168个百分点 从126块到338块 也就是说你当时只要买10张 126块买进 126万到今天你已经变成338万了 你就126万就可以赚200出头 就可以上212万是不是 所以呢 其实今年很多股票会超过你想象 关于神论我真的讲了很多 所以你一定要看我的影片 在里面我跟你讲很清楚 是不是 所以没有看一定要把握 那今年你就是要把握表股 对那我说它还会续创新高 其实上个礼拜拉回说 我就说它还会续创新高 而且我也带你把握每一次的买点 所以你股票就是要这么赚 你就是要这样赚大钱 对不对 你就是要今年把握很好的机会 我常讲 今年就是台股怎样正式起飞的时候 那台股正式起飞的时候 你要注意 这什么样的股票最会飙 对不对 而且一飙起来幅度都会超过你想象 就像我说到现在 这IP股的市值里面 来仔细来看看 那市新已经要3000亿了 那么事实上神顿到现在 就是连少一个零都不到 只有234亿 那安国158亿 那具有呢 因为具有 安国以为以前是经过 具有下单台积电 那现在会拿回来自己做 所以这个评价上面稍微要看一下 但我认为不管神队也好 安国也好 甚至包括安格都非常的便宜 所以大家都要特别把握后面的机会 因为很多股票会超过你想象 包括金利克 来今天又继续大涨 今天又继续大涨 你要看的是什么 你要看的是股价反应后面 你要看的是接下来CPU的市场 接下来PCI的市场 你要看的不是过去的数字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都一直往回看的话 那么你一定不会赚到这一大段 对不对 但是这一大段其实真的让你财富倍增 而且还不只是翻一倍而已 真的可以赚非常多 所以还没有把握机会的人 一定要赶快把握了 那我还是要强调 股票就是要看后面 你要看后面会发生的利多 然后再来产业的利基性 个股的利基性 在哪一块里面有无法取代的优势 什么东西要爆发 那你把这些东西掌握好之后 你就掌握了大方向 再来就小方向找买点 小方向找买点 掌握好之后的话 其实你就可以这么轻松地赚钱 今天南郡继区创新高 有没有190块再创新高 来我们的获利也已经快要五成了 是不是 还有包括康全 我们第二次操作在71块进场 有没有到今天也是轻轻松松的 有没有再创新高 90块两毛钱再创新高 但是利多都还没有出来 有没有 所以股票你就是要这样买 你要买在什么 你要买在大家还不知道 利多出来之前 然后顺着利多发酵 就一路往上面大赚 这个才是真正赚哪钱的方法 好所以还没有跟上 让朋友记得赶快跟上来了 今年来今天要庆祝我们的股票 非常非常强势 再来128很多朋友来响应 很多朋友觉得很棒 因为标股直接到年底 对不对 现在你看一月份二月份 才两个月而已 我们的标股已经标翻天了 而且是好几档都是倍数的获利 所以来到年底 你就有真的非常多赚钱的机会了 因为你还有十个月的时间 来168我们直接下刹128的 这个非常超值的优惠 应答的要求会再继续给大家 所以记得要把握非常好的机会 跟我们线上的注意联络 你可以直接打电话进来 等一下就会有电话 你就可以直接打了 也祝大家臭义顺利 我们明天见